俄乌之战 俄军继续将攻击火力集中在乌东的工业城市北顿的刺客 俄乌两国地面部队进行激烈的巷战 是俄乌战争以来最惨烈的战斗之一 双方都对外宣称重创对方 根据乌军的预估 每天阵亡的士兵将近200人之多 不过也取得一些进展 但是泽伦斯基表示 要扭转战局必须仰赖更先进的武器 英国国防大臣在这个礼拜秘密前往基辅与泽伦斯基会面 英方表示将持续提供乌克兰有效的致命武器 另外美国已经为乌克兰准备四套海马士系统 因为属于非常精密的长城系统 必须对乌克兰的部队进行训练 因此可能会延缓交付的时间 而乌冬亲俄政权对内刺客人民共和国设置的最高法院 对两名英国人一名摩洛哥人判处死刑 罪名是以傭兵身份为乌克兰作战 消息传出之后国际纷纷谴责 联合国表示这种做法本身可能就犯下了战争罪 在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丁以及数十名俄国高官 签署了一项制裁令 包括资产冻结以及旅行禁令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记者综合报道 让我们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CTI71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 感谢观看